欢迎回到TNews联播网 校舍破旧不堪 这学生的学习品质就会受到影响 来看到这是台中市弹子国中 因为校舍已经有30年以上的历史了 这结构上不仅是会漏水 也存在着安全的问题 加上这广播的设备 电线接触不良 罚出的杂音是影响着孩子 还有附近住户的生活品质 因此另一位杨琼音 争取要改建以及相关器材的台湾 斑驳的墙面还能看到钢筋外露 一遇到下雨就变这样 教室的走廊满是水蛙 还顺势着楼梯不断往下流 弹子国中校舍破旧不堪 已经严重影响到学生上课 校方相当困扰 这是老旧校舍已经50几年了 真的对小朋友很不安全 如果他的环境没有改善 对小朋友学习成长也是不好的 盘子国中校内裴银楼 银财楼及文化楼 是学生的主要上课校舍 至少都超过30年以上 近年来因为屋顶防水层破损严重 影响建物的使用年限 结果安全等 是因为碍于经费预算不足 一直得不到完整的修缮 而校舍改建是经由教育部核定 因此会先将现有的部分校舍 做拆除 符合校舍老旧拆除规范 再做后续规划 拆掉这两栋再盖一栋的话 再有20间教室 它等于是吻合目前我们所做的 老旧教室拆迁重建的额度 所以它的位置是够的 校改建教育部是按照班级数去核算的 那盘子国中目前总班级数是26班 那换算来讲 它应该有的教室就是59间 但是现有教室是92间是超过的 所以它就必须先拆掉老旧校舍 那再来申请国教署 可以补助老旧校舍里面 新建的工程 另外在广播设备上 由于电线接触不良 时常会发出巨大声响 不仅学生上课品质受影响 也让附近居民无法安宁 因此立委杨琼英就争取90万 要来进行广播设备的态换 老旧不堪的校园处处隐藏着危机 学生一直所处的环境严重影响学习品质 校方也盼能够尽快改善 得以让孩子安心开心上课